第1題 好 同學 我們來看到第一題 當地下水抽取大於補助量 就是你抽地下水起來 然後水 雨水沒有補助的時候 這會地層下陷 好 來 注意看一下 抽水量大於補助量 那你看 從民國42年到78年 來 現在同學 老師幫同學 圈出來的位置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特別是來78年 有沒有 抽水是7308 老師現在選起來的 那補助量才4150 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什麼 地層遐陷 相差太大了 所以第1題 答案是選 都答案是選第4個 好 第2題 有關水的循環 何者是正確的 動物可以用排泄作用 排泄給我們產生的尿 產生的尿 流汗在排泄作用 好 這個可以返回水圈 這是對的 好 植物型呼吸作用在有水分 哪是 動物是怎麼用喝飲水 所以B不對 好 大部分的植物從大氣中吸收水分 注意 這個觀念你要特別小心 植物的氣孔是不會吸水的 它是從根部吸收的 植物的液的氣孔 液是不會吸水的 所以吸是鬼扯 所以經過擴散作用 離開植物是增散作用 好 要改成增散作用 所以第2題 這個有一點生物的味道 所以他還選A 第4個 答案要改成增散作用 好 第3題 關於環境污染的敘述 何者是對的 酸乳 酸乳是一些非金屬的氧化物 氮的氧化物 碳的氧化物不是臭氧 不是臭氧 所以A不對 好 佛力碳化物會破壞什麼 臭氧層 正確 答案選B 好 空氣污染指標PSR越大 代表空氣品質越差 好 第4個 答案要改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 二氧化碳記號 二氧化碳甲碗 甲碗都是溫室氣體 好 第4個 好 看到圖形了 它是地層的剖面圖 1號是滋留頸 來 同學關鍵 來 老師現在幫你圖形畫起來的 你要特別 因為它是滋留頸 滋留頸就是它的井口 它的井口必須要低於地下水面 地下水面 然後你挖的地方要挖到有含水的地方 所以來 現在關鍵就在這裡 所以它要低於地下水面 所以地下水面現在甲一兩條線 你看一下 這個井口會比甲來的低 所以甲就是地下水面 好 找到一個答案了 然後要挖到B要有含水層 所以B叫做含水層 這樣子 你只要裝個水龍頭 水龍頭打開水就會自己流出來 這叫滋留頸 所以第4題答案是選A 注意那個線的定義 好 第5題 水分子有氣態、液態、固態三種 海面或湖面水蒸發成水氣 這些水氣在高空凝結 進而變成雲 然後降水 我們講降水 地球科學專用名詞 是下雨跟下雪 都叫降水 下冰袍也是 好 這時候完成了 請問 雲的主要分子 它已經跟妳講了 雲嘛 上面就是水滴跟雪 所以答案在第2行那邊 所以答案液態跟固態都有 好 飄下來的雪花 雪花就是什麼 固態的 好 第6題 從地表以上那些10公里的 大氣整成對流程 來 對流程就是我們的天氣 我們天氣發生了 颱風 下雨 颱風下雨 都是在對流程 所以對流程越高空 溫度會越低 溫度越低 高度增加氣溫下降對 高度增加氣壓 氣壓空氣越來越稀薄 沒錯 AB都對 此成天氣的變化主要是水氣也對 如果地球上沒有水 就沒有晴天 陰天 雨天了 好 所以 AB 氣都對 錯在第4個 好 這個對流是什麼 水 水的循環 它說錯氧層錯 錯 錯氧層是在平流程 所以跟錯氧層沒有關係 好 第7題 下圖是地層剖面圖 好 這個題目跟剛剛那個 有沒有 所以一定要地層剖面圖 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來 我們看到圖形 好 它說岩層都有透水性 虛線 來 現在老師用紅色畫起來 虛線 這叫地下水面 好 這地下水面找一口申請 來 請問這個井面 這個井面就是地下水面 地下水面 所以答案就是選手 選V 這個題目滿簡單的 地下水面 這有點像連通管原理 我們理會的連通管原理 底下相通 所以它的水面 水面就是會一樣 一樣高 因為地下水面就是井水 井裡面的水面 好 第8題 月球跟地球都承受小行星的撞擊 但現在只有月球表面充滿了隕石坑 好 地球表面只有少數 最主要是什麼 地球有大氣層幫我們保護 好 所以這時候隕石下來 這大氣層都怎麼樣 都會把它 隕石金都燃燒掉 除非熱很大很大 才會撞擊到地面 好 這是一個原因 再來就是什麼 來看甲 它說有大氣包圍 產生天氣現象 然後有侵蝕作用 把本來的坑給埋掉 埋起來了 所以甲可以接受 不是岩石比地球堅硬 月球表面大氣非常稀薄 好 注意聽 這種答案你要特別小心 劉柔老師 這個不是沒有大氣嗎 它是很少很少 而且它成分跟我們地球不一樣 所以丙可以接受 所以甲對 甲對 那 甲是對的 乙是錯的 所以把它消掉 所以現在這下 好 接下來 太陽系地球形成最晚 不是 它們是這 所以答案是甲跟丙造成的 好 所以這題目你要特別小心 月球表面大氣非常稀薄 你會覺得老師 這個答案好像有問題 很少很少 不是沒有 少到什麼 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地 月球上的大氣雖然有一點點 可是它也沒有辦法我們直接傳遞聲音 所以這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這 這裡要小心 很多同學會被那個非常稀薄這個 會誤導的 因為它答案要選兩個嘛 懂嗎 那乙 它說 因為比較延遲 比較堅硬 不對 然後 丁是錯在哪裡 它說地球形成最晚 沒有 這個 我們的八大行星太陽 它們在同一個時間這樣子形成了 好 所以這個正確的答案只有7 第90 月球 缺乏地球裡面的大氣跟水 好 容易造成哪一個事實 好 其實第八題看 第九題看 這又是基策的什麼 雷同 它是90年 它95年考 就這種題目都有相似性 好 所以最可能是什麼 溫室效應 它是問你 月球上所以溫室效應 它就沒有溫室效應了 所以 A 不對 流星比地球 流星 因為沒有大氣就沒有流星 所以月球上是看不到流星的 所以 AB 都錯了 在同樣面積 月表偵測到的紫外線 因為沒有人家幫它擋住 所以紫外線會比較強 唯一 就是答案選C 好 那月球上沒有水的循環 第十題 海洋探測船在例行探測任務中 深300公尺處 好 這些沒有綠色植物 這個跟我們生物有關 這是光線沒有辦法到達 光線沒有辦法到達 所以這一題比較像生物體能 大家選C 所以光線 光線會影響到綠色植物的分布 好 十一 太空碎粒固體落地稱為陨石 如果有燃燒就叫流星 所以注意 流星跟彗星要分清楚 流星是穿過大氣層的 好 所以月球上沒有流星 有陨石 無流星有陨石 所以只有陨石 所以C 達英雄 彗星 只有陨石 好 十二題 在韓文地帶的冬天 溪水結冰的時候水的體積變大 這對 水結冰體積變大 對不對 好 物質的熱上人說 認為冰的密度比水大 好 春天來臨的時候 溪水融化又流進大海 好 小滑蛇認為永遠留在大海 小滑蛇認為會隨著世界各地 這個推論何者正確 來 我們看一下 小滑蛇這是物質熱上人說 注意聽 水的體積變大結冰的時候 這反而是什麼 熱說冷上 對不對 冷上了結冰之後占了 所以這個不對 來 小滑蛇認為水的冰的密度 冰的體積變大了 密度就會變小了 所以小滑小滑去掉 以理化的觀念小滑蛇拿掉 好 春天來臨溫化的時候 進入大海 然後小滑蛇認為永遠 沒有 水是會循環的 好 所以正確的只有小滑 所以12題答案是選第4個 這是選了循環的基本概念 好 來 第13題 好 第13題 這個題目考得相當漂亮 這是在考我們的演化 來看一下 他問你說假到低 好 假到低 一個一個 請問會演變出臭氧層的是在什麼地方 來 臭氧層 一定要有氧才會有臭氧層 那氧怎麼呢 大量產生的就是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所以來 你看一下 來 太陽從星雲中逐漸形成 原始地球形成爆發火山作用 綠 好 好 藍綠藻 柳老師 藍綠藻就開始有光合作用了 注意聽 光合作用 原始生命開始出現 海洋中出現大量的多細胞生物 好 植物 來 注意 你有沒有發現 關鍵在哪裡 來 為什麼不能選柄 注意 因為你有臭氧 來 注意 有臭氧之後 有臭氧之後才會登陸 所以可以馬上確定說一定有臭氧層的 就是陸地上出現生物 因為臭氧隔絕的紫外線 植物才能登陸 動物才能登陸 所以登陸出現在陸地 就是答案選 D 有了臭氧層 隔絕的紫外線 陸地上才會出現生物 好 這個就是可以推論 已經有臭氧層了 所以答案是選 D 好 四題 來看到這個水的循環 水的循環來 水凝結成液態的時候 液態 主要是發生在什麼 液態的時候 液成小水滴 蒸發是變氣態 對不對 所以乘雲 乘雲是變液態 變固態 所以有可能是凝結的 液態的水的 是只有什麼 乘雲這個東西 答案選 第四題 那 注意 降雪是下 是降固體下來 它是叫做降水 降水 所以它是要凝結 它是問凝結 凝結就是變成雲 所以我們看得到雲是小水滴 或者是一些冰晶 液體或固體 所以答案選 第四個 好 來 紫外線最多 臭氧層能夠隔紫外線 所以臭氧層底下的紫外線都比較少 所以丁在臭氧層外面 所以紫外線最多的就是答案選 第四題 答案選 第四個 好 是六題 好 大氣的演變 好 剛開始 形成的時候 老師跟妳講過了 氨 阿摩尼亞 跟甲烷 然後再來什麼 氫氣跟氦氣 氫氣跟氦氣會往外飄 所以這個早期的時候最早是乙 然後先出現什麼 先出現二氧化碳 再出現氧 先出現二氧化碳 再出現氧 因為光合作用 所以宜 丁 甲 答案選 第 二個 第二個 好 以上就是簡單的幾個例題 老師今天的課程就位同學介紹到這邊